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時間來到夜深 時間來到早上才對 已經是 香港時間正午了 十二點 我這裡 就是凌晨五點 不過太陽白白一早出來了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今天也預計了 會很不空 剛才 就是要跟Tony做聯合廣播 亦都要交代一些必要的事實 所以搞了事情 已經預計了 但是沒有辦法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其他新聞 要說的是香港 這個地方 居然 香港淪圍 是我最不想住的地方 最不移居 之一 當然不是排行第一 要說排行第一 他 就是未有這樣的資格 實際上這個 世界 比香港政治情況 更加差的地方一定是存在的 但是 有沒有人想過香港這個地方居然到了今時今日 這樣的地步 去到今時今日這樣的地步 你要多得 就是共產黨 有共產黨 有共產黨輸論的地方 一定 會變成 今時今日 這樣的田地 坦白說 現在 只不過是個開始而已 實際上 共產黨佔領的地方 是可以 非常 非常 非常之惡劣 我們 最近這個星期去的國家 立陶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比 蘇聯 肆虐過的地方 和比中共肆虐過的地方 其實是差不多 他們根本 由頭到尾 就是兩兄弟 這節 跟大家一起揭露到底 最不想住的地方就是哪裏 也 就是最差 的地方 最不移居的地方是哪裏 居然 有兩個 你覺得應該也挺差的地方 居然 最差 不適而移居 他們的排名居然 比香港 到底在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裡呼籲 就是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 請訂閱我們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呼籲所有的聽眾 希望你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繼續廣播 記得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好了 上述這段 法定廣告 我也是很有心地把它變成 每次都一樣 因為當大家識背的時候 大家就會清清楚楚 本台的主持 是怎樣說 由始至終 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也不記得有多久了 我一直 都是在說上述這個說法 基本上 除了你說忽然之間 全部黃標 那個禮拜 甚至乎那個帳戶被人停了 那個禮拜之外 基本上 從頭到尾我也是這樣說 Tony的版本跟我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我們兩個由始至終 就是叫大家 不要隨隨便便入錢 要做 就用免費模式 這樣 還可以有人 生安白做 你說這個世界多離譜 所以想請大家在這次事件 睜大眼看清楚 坦白說 會令大家有些時候會混淆的原因 會存在 原因不是因為我們 因為這件事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 當中我們也 曾經 錯信過一些人 對他有錯誤的信任 導致 其中一個原因產生這次的事件 當牽涉這些人物 這些人物還繼續在背後 周圍煽風點火 而他們 身份一直沒有曝光 令到他們 可以一直躲藏在黑暗裏面 當然會令到這件事更加複雜 所以現在 大家大致上就知道 終於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節不是要說他們 所以不再說了 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情況 香港居然 成為我最不想住的地方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 這個 就是 全球最大 旅居海外人士網站 叫做Internation 做了調查報告 在全世界 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裏面 他有時是 國家 有時是地區 所以他就故意 不把他分析那麼詳細 因為國家會有問題 例如香港和台灣 訪問了 就是萬多人 叫他們分享海外生活經驗 居然發現 最差的排名 居然 香港排第三 最差的移居地區 第一 是科威特 第二 是新西蘭 新西蘭的原因是因為太荒涼了 實在 太少夜生活 香港居然排第三 這個就是令人很意外 居然 南非 還有 土耳其居然全部排在香港的後面 換句話說 香港令人的印象 覺得 在全世界的眼光裏面 是一個非常之惡劣的地方 惡劣的原因 當然是跟這個地方有關 這個地方 無論是工作 生活環境 政治等等 都非常之惡劣 這個地方 又貴 樓又小 還 就是 沒有了言論自由 甚至乎 會有被 中共檢控的風險 玩下手 隨時還要被押戒回大陸 一個這樣的地方 排第三 其實已經算很厲害了 坦白說 香港應該排在新西蘭上面 當然裏面的計分方法就是 算財務指數 海外工作指數 生活質數等等 一男子因素 總之 來來去去這個地方 本身 就不是 適宜人類居住嘛 人口密集 工作時間超長 極度可恥地 他的 最低工資 就是翻幾個小時 也買不到一塊牛油 一個這樣的地方 大字標題 就是攻擊英國 說英國的牛油有問題 我真是想再多說一次 英國其實真的有很多東西 是很貴 貴得很離譜 你選擇不選 你偏偏 選擇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 貴過人家 幾倍 那樣東西你用來攻擊英國 不好意思 整個笑話 真的是你們自己罵出來 其實那篇報道沒有人逼你去寫的 你說整件事 多麼好笑 最佳移居地區公告一下 第一居然是墨西哥 第二是印尼 第三是台灣 第四是葡萄牙 第五是西班牙 第六是阿聯酋 第七是越南 第八是泰國 第九是澳洲 第十是新加坡 坦白說 裏面的評分 我覺得是很有 值得商榷的地方 最差的移居地方 剛才香港就排第3 居然是塞浦路斯排第4 其實風景也相當之不錯 可能就是因為當地太悶了 因為塞浦路斯交通不方便 而且 可能夜生活不足 也有很多 食物不夠豐富 總類不夠豐富 第五是盧森堡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盧森堡的指數非常之高 所以呢 就是 不移居 因為成本實在太貴 也很出奇地 日本居然排第六 可能也是因為日本 那個工作時間 還有工作的氣氛等等 還有社會壓力 的確日本去旅行可能就是非常之 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在那地方 工作 以及居住 其實日本也未必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地方 我們這一節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裡 還有 你有了 喔 還有